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简单的用这个Google Meet的会议软体 怎么样来播这一个 一些线上的电子书 好 那我们首先用我们自己的账号登录这个Google 那么我们可以开启 这个 Meet的这一个 功能 这一个Meet 在这边 好 那我们首先先加入或是发起一个会议名称 比如说是2020 这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按继续 那会发现你没有摄影机或是麦克风问题那个你就先不理他因为我这台没有装 这个webcam 那很多 教室 很多班级教室里面也没有摄影机 那 还是可以做这个直播教学 你就按 立即加入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这一串网址 你要分享给学生 这一串网址 那么 再来我们可以到 这个网路上你搜寻各家厂商 他们现在都有制作一些很不错的这个电子书 那 比如说我们 这个康轩好 那我们可以点这个国小 那国小进来之后呢 他这边有108 上108下 那 假设我们要做这个高年级的自然课 你就点高年级自然课 好 那他这边有一个西座APP 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像这样 那你这个页面就可以分享给学生 那么如果有一些 动画也是可以播放 我们 找一个看 有没有 这一个动画 解题的动画 工人七一组 餐桌椅 你可以先 暂停一下 那么 在这边呢 MIT这边你要右下角这里有一个 进行简报 那么你要选底下这个Chrome分页 最适合动画 影片与动画 这一个选项 选项 好 那你 就可以选刚刚比如说我们最后这个分页是K&SH 就是这个 我们 想要让全部的小朋友看到这个动画 就按这个 然后按分享 那么你假设开始播放的时候 小朋友就看得到了 那我们可以模拟一下 比如说这边 我们模拟这个学生要进来 好 学生比如说这个是 一号同学 好你可以 请小朋友打自己的座号或者是 打他的名字都可以 要求 那么 老师这边呢 老师这边就会冒出说有一个一号同学要加入 你就说 接受 好这个一号同学就进来了 那么有更多同学进来 那你可以大概 看一下学生大概几个进来 你就可以 开始分享你的教学 那你 你这一边 就可以播放 要用 二有五分之一罐油漆 那你播放的 七二组餐桌椅 共要用多少罐油漆 看得到 用算式机器看 七一组要用 二有五分之一罐 这就是简单的利用 这一个没有webcam的情况之下呢 也可以做直播教训 你试不进来 **** Farewell 绝望 你试不进来